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去学校找找龙生 我问问他去啊 我昨天啊 问他好几回了 他说不知道 他真的不知道 他爸昨天都揍他了 他说还是不知道 让我说 等着吧 会回来了 那女的走了 钱给了 给了多少啊 你别管 我不就问了 行了 那我走了 你们别送了啊 真倒霉 命苦啊 命苦 谁让摊上你这么个倒霉的弟弟呢 可不是 你说这孩子啊 上哪儿去了 这都走两天了 你说他不会真跑了吧 啊 也不会吧 可你说孩子吃啥喝啥呀 身上又没有钱呢 心虚他带着点钱呢 他没钱 跑不远了 你咋知道他没钱呢 他那钱 多少我买一样了 你叔叔 起来 干干干干干嘛啊 给我找人事 找不回来我找你算账 起来 起来 哎呀 你说你这玩意儿啊 孩子丢了吧 你跟没事人是怎么说说 你还吃得下 你还睡得着 你让我怎么说你好 没法说就别说 自个儿不能生孩子吧 抱个孩子还不上心 行了行了 怎么又来了 我不是着急吗 你着急也不能这么说呀 这话好听吗 这话传出去 那不得有人笑话我呀 谁不能生了 谁不能生了 行了行了啊 赶紧吃 吃完了给我找孩子去 喝掉去了 热心啊 cito声啊 来来了来了 凌晨啊 搂耀hope 持 initiative 按赞副 programme 无构切 碌鱼畜难� 灭命假日 等等 爸 干什么呢 我啥也没干呀 啥也没干 是不是怕王高没有早饭吃饿的荒 小样 还想蒙我呢 你知道你爸是干什么的吗 堂堂的法院院长 警察出身 闹着玩的 跟我说 王高藏哪儿了 高儿 过来啊 王高 你奶奶叫你呢 听见没有 听见啊 听见了你就过来啊 你坐那么远怎么跟你说话呀 我不想说话 我想跟你说 还你站着 我不过去了 那会儿我是知青 一个人在农村 生下来呢 生下了你 可是我还得劳动 我得挣公分 我实在是没办法 那我爸呢 你爸学开车呢 得两年呢 人家师傅管得严 不让回家呀 那你呢 你怎么不关我 你奶奶那会儿得病了 那个病特别重 住医院呢 就是啊 实在没辙了 你妈呀 就让那女的给帮几天忙 你说好家伙 她倒赖上了 她说我妈不要我了 她那是放屁 你咋那么糊涂啊 你是咱老王家的独秒 老王家就你这一条根哪 不要 她咋想的呀 我告诉你说的 这种人缺德带冒烟去 妈 你不能这么骂人家 不 我就是想骂她 我就没见过这么缺德的人 行了 妈 您别说了 王高他明白 哥儿 你明白吗 王高 你想说什么呀 你想说什么呀 说句话呀 你告诉我 什么呀 你是我妈吗 哎呀 你胡说呀 你猪脑子呀 你傻了 这儿不是你妈 谁是你妈呀 您要说了 我喜欢你她 我是你妈 我是 妈 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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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大哥 慢点吃啊 吃包子了 要多少 刚蒸得都热乎着呢 哎 你是来吃包子的吗 说我呢 是啊 怎么了 得 要多少 什么馅的 有什么馅啊 猪肉大葱白菜粉条 还有呢 就这两样 就这两样啊 你 你吃不吃 不 怎么着还不让我吃了 得 要多少 给我一两来半斤吧 你吃得了吗 你管得着吗 我 你吃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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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怎么走了啊 想白痴啊 那就不给你钱怎么了 你 你混蛋 你混蛋 你谁啊 我姓王 你是王继良的儿子 对了 王继良就是我爸 你真叫那么早饭 嗯 真不给钱啊 当然了 那他呢 他 他 还敢弄眼呗 他要告诉你爸怎么办 他敢 再说了 就是告诉我爸我也不怕 哎 想什么呢 你爸他 真要和他好啊 好就好吧 这你妈呢 嗯 他 他只得也只得 那怎么办 他还怎么办怎么办 告诉你 昨天 老爷把我爸给叫叫的 干嘛呀 他让我爸 不准答应你爸和你妈离婚 我爸是法院院长 只要他不批准 他们都离不了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到底愿意不愿意他们离呀 说话呀 人哪 要像是孙悟空就好了 一个跟头翻十万八千里啊 我是说 我要像孙悟空一样 从石头缝里蹦出来就好了 什么呀 石头缝 那咋可能 不可能啊 傻瓜蛋 还好 怎么那么不愿意 你 стро呀 来的 我找你小朋友 早餐 都不愿意了 我才乖 胡 hammer 要不你先坐会儿也行 一会儿我叫你 我不是来买包子的 那你来干吗 我是来找你的 找我 你是谁啊 我姓高 高红军 别找我 找我干吗 你也过来坐会儿吧 过来坐呀 你真年轻啊 那怎么了 知道我找你什么事吗 和我算账呗 算账 不是 那你要打我一顿 我打你干吗呀 那你干吗呀 我是想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 我是想告诉你 王继良是个什么样的人 什么意思 你跟他怎么认识的 就那么认识的呗 你们认识多久了 干吗 刘雪芬 你别不识好歹啊 他 他开卡车经常路过我们饭铺 在那吃饭 那你的饭铺呢 关了 那是别人的饭铺 我给人干活的 那现在自个儿当老板了 我可没拿他的钱啊 我开这个饭铺 那是自己攒的钱 那王继良一分钱都没拿 是 他也没钱啊 他有钱也赌了 你知道他爱赌钱吗 你知道在外边欠多少钱吗 你知道我们家什么样吗 我欢迎你去看看 我去干嘛呀 你去看看我们家让王继良弄成什么样呢 我们家三天两头的 有人在门口赌门要账 我们到处躲 什么地方都住 这要是十天半个月的 我们能安安生生地在家待着 那就稍高兴了 你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日子吗 你愿意过那样的日子吗 你怎么跟他交一起了 你了解他吗 我看你什么都不知道 我知道 你知道 你愿意啊 你是不是不信我说的 你觉着我是在骗你 想破坏你跟王继良的关系 你是这么想的吗 我真是怕你上当 你干嘛替我想啊 反正他对我挺好的 好吧 那我就不多说了 你 你走了 希望你啊 好好的吧 你儿子 王高 他怎么了 他老来我们这儿吃包子 他老来我们这儿吃包子 其中间 饭子 我自己下车 有一 trains 下次 associated 你 organization 你帮imme growing 肯定的 你肯定的 推货 这都是给予他的 卫音文 你说你 你干吗去吃他的包子呀 谁 谁跟你说了 我去了 我见着刘旭芬了 我不是想说你 我也不是怪你 这事也怪不着你 其实啊 我是想跟你说 我是想跟你商量 我要跟你爸离婚 同不同意 别说那么好听了 我同不同意管什么用啊 你早都想好了 准备好了 你不同意啊 你们两个的事我不管 你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跟我没什么关系 你这是赌气 行 我同意 你还在这坐着干吗呀 走啊 走啊 哥儿 我要是跟你爸离婚了 我要回北京 我跟姥姥姥爷写过信了 他们同意我回去 我知道 你不喜欢姥姥姥爷 你也舍不得爷爷奶奶 对了 我跟你说的这句话 你可千万别告诉奶奶 别让她知道 天妙 好 真啊 哎呀 哥儿 你说你这都多长时间没回北京了 好长时间啊 我都忘了 有好几年了 可不 都四年多了 好 哎 那你小朋友就北京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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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先歇会儿喝点水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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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个事 你外头是不是有啥人了 有啥了 甭给我装啥 我啥人都没有 你可真行 你还把人给我弄得眼目前来了 你还想过日子不想了 你让你爸那脸往哪搁呀 还有你的媳妇 人家受得了吗 我说你长没长心眼 你傻呀 谁傻呀 你不傻你干这事 我干什么了 你干什么你自个儿知道 你还把那女的弄到家门口来 什么女的男的的 你自个儿做的事你还想赖呀 那女的叫刘学芬 对不对 谁告诉你呢 还有谁告诉你 谁不知道啊 我就不知道 你气死我你 谁让你管了 不是 你不相信人家红军 是不是 你不怕他真跟你离啊 离就离 有什么了不得的 你离了家就没了 他一家子人都看不起我 我早就想跟他离了 我跟你说啊 那天他可跟我说了 说什么 他要回北京了 回他的 爱上哪上哪滚蛋 不是 他可是王高的妈 我就怕这一手啊 你说他走 咱拦不住 可他要把儿子带走啊 这不要了我的命啊 伎俩 就冲咱这儿子 是不是啊 你做事也得多想想 你说你现在 你这么逼人家红军 他能不恨你啊 他能不把儿子带走吗 你啊 听妈一句话 让那女的走 让他离开这儿 谁让我走就走 他不是我的儿子 我还没这个儿子 胡说 你个混蛋玩意儿 要气死我呀 你个哭声你个 老头子 爸 我他妈不害死你个 老头子 我害死你我 你个混蛋玩意儿 我他妈活气了你 爸 爸 爸 我错了行吗 我以后不说了 再也不说了 爸 爸 干嘛 畜生 老头子 畜生 我再也不看见你 不行了 行了 你别气个好歹的啊 老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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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你怎么来了 我觉着你快放学了 过来看看你 奶奶买菜去了 走 那我帮我帮 你妈咋样了 上班去了 我是说你妈跟你爸咋样了 不知道 她啥没跟你说 没有 啥都没说 您啥意思 奶奶愁啊 你知道吧 你妈要跟你爸离婚 不过这事呢 也不能全赖你妈 你爸呀 他不是个过日子的人 你说这事咋办呢 奶奶问你话呢 你说他俩还能过吗 他俩老干账 弄不到一块呢 是啊 我也看出来了 是过不到一块去 你知道吧 你妈要回北京 她没跟你说 没 你妈呀 打的就是这个主意 她要走回北京 你咋不说话呀 说什么 不是 你是咋想的 想啥 你妈要走了 那你呢 我妈是我妈 手冰凉了吧 没事 天凉了 以后多穿点啊 嗯 王高 王高 看见我那件羽绒服没有啊 你 你的什么 就我那件羽绒服 紫红色的 就是刚买的那样 别找了 怎么了 让我爸拿走了 他给了薛芬了 不是 人家找他要钱他没有 就把羽绒服给人家了 就把羽绒服给人家了 你 就把羽绒服给人家了 都把羽绒服给人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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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喝杯水吧 有药吗 行 我给你买点药去吧 钱 倒一口袋了 发工资了 拿十块钱就行了 你等着吧 我这就给你赢钱去 明天就给你买一件新鱿鱿鱿 王俊良 你等着吧 你赶紧追他去啊 走开 王俊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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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别追了 别追了 咱回北京 回北京 王俊良 哎呀 爸 爸 来 咱吃药了 爸 咱吃药 这是篮子从医院给你买的药 喝老爸 来 爸 那兔崽子呢 季梁 爸叫你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去呀还是不去呀 你快说话呀 你看你把他们把汽车啥样子了 你去不去呀 我去干啥去 干啥 找你媳妇去 我不愿意见他们家的人 见不见随你 你把膏给我领回来就行 行行行 我去 我去 啥时候去呀 他我身上不是没钱吗 妈 给我 我去给他买票 爸 要给您搁这儿了啊 我去买票 爸 爸 我不都说去了吗 我不都说去了吗 我蛋白痴 你 吃吧 吃吧 我到了北京 这是北京啊 一想到此刻 我就生活在北京 心里止不住地激动 可是在老爷家里 我心里的滋味就变了 我心里的滋味就变了 这回你可要接受教训 你可要想好了啊 你可岁数不小了 你犯过也不会错 这回可再犯不起了啊 把那盘子拿来给我 给 我说的话你听见没有啊 我听着呢 那你这儿子你怎么办呀 小点事 你老爷写东西呢 再小点 再小点 那听不见了 我都能听得见 你听不见 你耳朵没问题吧 你这儿还怎么回事 你这么小小年纪的 杨凤英威呢 小点 老爷写东西呢 这烦人 你要跟我说什么 没什么 你是不是想把你儿姐带过来呀 要我说呀 他姓王 是王姐的人 你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办呢 你想想 你再带个儿子来 你觉得行吗 你怎么不说话呀 你怎么不说话 我爸写什么呢 写什么 写回忆录呗 回忆什么呀 回忆什么 回忆他打仗的事 我的手掌啊 我的战士 来回忆了 来回忆了 你看什么呢 你看哪 你看哪 我看这是动画片吧 你多大了 你不觉得 你看动画片 有点可笑吗 你看看你 你知道自己什么样子吗 一点正形都没有 我怎么了 一点样子都没有 什么样子呀 军人的样子 军人什么样子呀 你怎么样是你的事 我管不着 看电视可以 不能有声音 这样冲不成 爸 王高呢 你怎么养了这么个儿子呀 对长辈什么态度啊 王高呢 上哪儿去了呀 不知道 像个儿子 画面 那边 我说 你还没有 这边 有点 我说 你 你 谢谢观看